你还问谁 我想问 到次第二个吧 胡然然 你们俩都姓胡 是老乡吗 是老乡 谁 老叫什么地方 姓胡的都你们老乡啊 我想了解一下 我想问你 对未来有什么规划 我想看三部大片 小胡我有个问题挺好奇的 朋友评价 怎么就找了一个 只认识一天的朋友呢 你怎么没有别的朋友吗 有 因为那个是我们在那个 新闻发布会上认识的 我是间隙记者 你是哪个报社的记者 我不熟任何媒体 只是提问这些呢 就是自己给自己发的记者证 他这个职业很奇怪 说不属于任何媒体 只负责提问就 对对对 拖 你还说对 你还说对 你想吗 不属于任何媒体 只负责提问 拖嘛 所以那你怎么请了这么一个只认识一天的朋友呢 还有一个认识的朋友 我们认识了四五年吧 但是那天他在上班 没时间 你餐厅还有好多同事啊 都熟悉你啊 我觉得他们 时间不长也不是很了解 一天就了解你啊 你就从一天的 孔先生能不能这么理解 就是你找了一个一天的朋友 证明你是一个非常容易一见如故 大家对你一下子印象就特别好的一个人 所以认识一天的人也可以成为朋友 也可以来称赞你 快说对 对 对 好 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最后一个 让我想想了 那田田问谁 看这个 我写的那个问题 我准备了好多问题 他准备了好多问题 那这书面 在那个PPT里面 PPT里面 提问在这儿 对 我现在是一无所有 没存款 没车没帮 是不是就这个 对对 没有稳定工作 这只是战神 以后什么都会 你能接受我现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吗 问谁 我 第四个 又还是问他是吧 对 现在他一无所有 你能接受吗 我想说我特别欣赏你 真的特别善良 特别乐观 但我接受不了 那么 姑娘们 你们最后的选择 我希望我将来的这种 恋人能够支持 并鼓励我原谋 同时我需要 生命的贵人 和电影投资商 以及风险投资商的 你跟他们没关系 我跟他们没关系 所以 今天你是来谈恋爱的 不是来说什么 电影风险投资商的 好吧 好好 好 六位 你们的最终选择是 全部都灭掉了灯 最后 给你30秒钟的时间 你不是很爱说吗 30秒陈述 好吧 你把你想表达的表达出来 计时开始 我觉得 萝卜白菜 各也所谓 每个人 无论贫穷富贵 我们每个人都有 爱和被爱的权利 在忙忙人海当中 肯定有适合我的 另一半 所以电影机器人 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 你觉得我们俩 合适 请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 如果期待联系 请后期编辑和此节目的制片人 能够网开一面 除了在屏幕下方 打上我的世界价格的ID之外 另外请加上我的 客户号 英美 博客网址 把我的个人联系 放在屏幕的下方 一直放在这 好 对不起 那是要付广告费的 好 谢谢你 胡姜 好 你PPT 男嘉宾 虽然我灭了你的灯 但我希望咱俩还是朋友 以后你和张艺谋 吃饭的时候 能戴上我 好 可以 希望让我们所有 心怀敬意的女孩 一起用热烈的掌声 祝福你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